十佩天父 求祢祝福主日敬拜 有神的同在 祂的宝座 设立在我们当中 我们奉主的明道告示 求主示下天使天君 恩告我们的教会 用宝血来涂抹 涂抹着 洁净教会 以及所有 服侍上帝的 名为弟兄姐妹 分开所有 在当中掌权的人 在上空掌权的恶势力 主日的话 都由你亲子来 开口对我们的说话 上海道示范开 主的明明 阿们 如今 今天我们要共读 今晚在十佛新传 第八章 二十六到四十节 十佛新传 第八章 二十六到四十节 我们 一中来念双树节 姐妹来信 当树节 来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非利说 起来向南走 从耶稣撒的路上去 大陆是旷野 被利益 就起身去了 无聊到有一个爱情 阿婆 能使手 自得到 大人的败献 在爱情 阿婆 与皇 在那 自己的手下 不外华 以悟 他上 耶稣 他能 耐下去了 先带回来 在车上坐着 念先知 以赛亚的书 圣灵对非利说 你去接近那车舟 非利就跑到太监那里 迎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 你明白吗 他说 没有人指教我 这怎么明白呢 于是请非利上车 与他同坐 他所念的 大观经说 他上拿个背 先到 宰杀之地 又像 赶高在野毛的人 手下 无声 他才是这样 忽然不太吼 他被远说 有人不爱 获命 舍弹他 谁能 输送 他的世代 因为 他的生命 从地上 过去 太监 对非利说 请问 先知 说这话 是指谁的谁呢 是指着自己呢 是指着别人呢 非利就在太后 从这经上起 被他传讲耶稣 让人们在太后前走 找到我有水的地方 开店说 看哪 这里有水了 我受洗 有什么妨碍呢 非利说 你可以 他回下来 找说 我去 结束 你不舍得神的儿子 于是 分布车站 非利谈的 派见 两人从下水里去 非利谈 就去他 施洗 从水里上来 主的灵马 非利提了去 再见 有个再见 他了 就慢慢 洗洗的走路 后来又有人在他的手术 遇见了利益 他走遍他的地方 在各层宣扬 吟吟 直到大家命运 正道 正道今天的主持是 领能归主 领能归主 我们的主持人 听到我们的那个 音响指导 帮助您 先接一下 好 得意感 好 magnág 拿回先生 甘其 instructors 浩子 祉壤 大家平安 还有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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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昨天 上个礼拜 我们用一个福音使者 來在這邊做上帝話語的一個了解 在這個當中我們期待說 我們真的能夠在隨時隨地 成為別人祝福的一個使者 讓他們有機會來認識上帝 所以要在今天 莫斯用這個理論歸主 來在這個當中來想一想 如果我們想說我們要祝團福音 要跟一個人介紹上帝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會遇到如何的狀況 怎麼樣的困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台灣有這樣兩個一個名詞 它說一個叫做 路加之門和菲利之門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台灣有一個俗語叫什麼 師父領進門,休息待個人 所以在我們當中在台灣 當你是說路加之門 和菲利之門的時候 它是指兩件事情 路加之門指的就是醫療傳道 因為在台灣的基督教 跟在這個裡面 跟三個領域的事情 有很多的一個連結 一個就是醫療 一個就是教育 醫療教育 那第三個就是台灣第一份報紙 叫做台灣教育動畫 到現在還有存在 所以這醫療教育它報紙 這個是當時台灣教會 帶給那時候的教會帶給台灣 邁向進步的時候的一個過程 所以路加之門指的就是 在醫療的部分 我們知道在北部有馬接 國師他也是一個醫生 替人家法醫院 我們現在看到馬接醫院 然後在南部有瑪雅各醫生 他也是一樣就是做醫療傳道 那在南部有建議 像新樓醫院 之後還有彰化基督教醫院 那這些都是醫療傳道 那飛利之門 那路加之門我們今天不講 我們講的是飛利之門 那路加之門是因為 食徒行鑽和路加福音 他本來做的就是一個醫生 所以我們用這種方式 我們把它稱為路加之門 醫療傳道 那飛利之門呢 我們指的一般來講 就是直接向人來傳福音 就是說如果你要你們進來的時候 跟路加之門很類似的是 以前台灣的教會 我不知道你們還小的時候 有沒有去教會拿過一個卡片 上面就有那個亮粉 在那邊 然後很可愛 摸起來有一些粗糙 然後會發糖果 所以以前台灣的教會 在可能還很小的時候 被人叫做什麼 麵粉教 就是去那裡有麵粉可以拿 有糖可以拿 有一些美元 美國原住的物資可以拿 所以台語有講一個就是 給我吃 給我錢 給我錢 我欠賢的時候也不用怕 所以那時候雖然有點 細虐的味道在裡面 可以說 講的就是說 這是一個讓人家來接觸的一個方式 那今天我們講的這個飛利之門 是很不容易的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飛利之門 它就是沒有用其他任何的方法 就是直接你面對面 兩個人你就跟他傳講福音 那我們在台灣有類似像山福的一個 傳福音的一個訓練 等等 都是這種方式 好 那我們來看 其實這個是讓人最能夠接近上帝的 那我們來看今天的記載 第一個說 在旺緣相遇的兩個陌生人 我們看看在文章中所遇到的 還是所講到的 這兩個人在文化、種族、身分、地位 都不同 甚至於他遇到的是什麼 太監 那時候太監可能是很特殊的 那有的太監因為去世之後 就是說他把那個生子器官切掉以後 可能有時候因為荷爾蒙的改變 甚至於連他的性別的取向 都會完全不同 可是這麼一個特別 相遇的經驗 我們從這裡要來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周到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家庭的背景 都有不同的生命的經歷 當我們這樣相遇的時候 你要如何跟這個人去講耶穌呢 因為他完全 可能完全都不認識耶穌 我曾經講過 然後在前一陣子 蘇慧姐跟我分享就是 他家老人家過世的時候的一個經驗 如果我在這邊還是提一下 就是當那時候他爸爸的上禮的時候 因為家裡的人都不是新上帝 但是呢在這個當下的時候 他要如何在這一個最後的一個儀式的當中 或者最後一個一般世間人子女敬孝道的方式當中 他可以在這有一個平衡 從那時候那個聖經的師父 知道他是基督徒說什麼 他說等一下我們進行儀式的時候 你可以站在裡面 但是呢 你不用聽我唸的這個經 你可以拿自己的聖經出來讀 可是我們看到 這個給我一個一個很大的衝擊是 我們常常去跟人家傳福音的時候 然後我們都要聽到一個關鍵字 什麼關鍵字 例如說你去跟人家說 我跟你說 我來跟你說 我跟你講耶穌好不好 我跟你講基督教好不好 然後他第一個反應 人的第一個反應說 好啊 怎麼樣 哇基督教不錯耶 他第一個是什麼 他的印象當中 基督教在台灣 在他生活當中 都是一群有愛心的人 行為正直的人 或者很樂觀 有平安喜樂的人 可是你接下來 你跟他講的話是什麼 他說 他可能跟你說 欸基督教 哇很好耶 他第二句話 他可能說 欸對這很好 我是拜拜的 我相信 那個所有的宗教都是全能為善 當他這樣一講完 接著下去 你講的話是什麼 我跟你講 你那個狗怪 你那個是假神 你那個是偶像 我告訴你啊 那個你絕對沒有平安 結果 你把他一輩子的信仰 全部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全部摧毀 然後告訴他 我告訴你 這個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 可能有的人 他心已經預備了 可是我們 從我們的設神處地 換過來講 當 當 他看到 基督教 他看到你的生命 他是願意去學的時候 他首先告訴你的事 他的生命故事 欸這是我的經歷 欸這是我所相信的 然後 你還沒有同理他 你就把他所有一切 建議的 全部摧毀掉 我不知道 有多少的人 心很強 他已經預備好 接受這樣的衝擊 所以其實 在這個當中 今天告訴我們 這兩個人 文化 種族 身份 地位 甚至於性別的取消 都完全不同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 恢復你 所以你可以看看 本來奇怪 他不是剛剛 基督教很好嗎 為什麼 我跟他講講 講到 再看看 因為在這個當中 他所有建立的價值 全部都被 摧毀殆盡 那這兩個獨角 在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 礦野 在礦野裡面相處 所以 礦野在聖經裡面 是一個很奇特的地方 是一個 很代表性 一個什麼都沒有 你能抓的 只有上帝 那礦野所指的 他通常是一個 很內在 心理力的東西 以色列人 在進入加拿之前 經歷了 那麼多年的礦野 為的是 使自己這個民族 能夠斂盡 能夠真的知道 誰是神 神要同心合一的人 來帶著他們來打仗 所以礦野呢 對猶太人來說 是學習依靠上帝話語 才能活的地方 就如同在那裡 他們只能依靠瑪納 你不能多拿一點 那你少拿一點 就肚子餓 你想多垂一點 隔天就腐爛了 對我們基督徒而言 況野是象徵著 我們信仰的道路上的 考驗和挑戰 就是我們進入內心的過程 所以 我們遇到了人 我們不是跟他講表面的 基督教有什麼好 有怎麼樣 我們有什麼聚會 我們不是 而是在這個當中 遇到的時候 在所有 文化種族身份 地位性別取向 不同的時候 我們要進入的是 他的心 所以基本上 或許 你沒有馬上說 你這是假神 這全部是不好 然後你認同他 你知道你在這個當中 所有的中當中 都勸能為善 我每年 如果他說 我每年 我還有去哪裡幫忙 還有什麼 那個資風堂 我都去參加 還有我看到什麼 孤兒 什麼時候 我都會幫忙 他全部敘述了 結果你focus 只在於說 不對你拜的是講神 那他做的這些 是因為他覺得 神 我現在不論什麼 他拜的 他覺得神 要他做這種事 所以你如果要聰明他 你應該當作 哇你很好 上帝把 你不用主管他的假神 你可以講自己的話 哇上帝把賢善的能力 上帝把賢善的意念 放在你的裡面 讓你可以做這種 讓人家的生命 得到幫助的事情 所以當我們 還沒有去認同他 就把他全部否定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 進入他的心理 當我們願意去認同他的時候 認同他的時候怎麼樣 他的心就會一層一層的被剝開 他願意跟你分享 在他的生命的裡面 最深層的 最深層的那一個部分 在那個部分 好 所以在礦聯裡面 遇到的這個陌生的 這個兩個人 在團福音的當中 所要遇到的 其實在礦聯裡面 在最深的裡面 是要去遇到神 好第二個我們來看 接受聖靈猜遣的匪力 匪力 這個匪力呢 他其實是什麼 他是一個預備好的匪力 為什麼是一個預備好的匪力 匪力其實他是猶太的僑民 就是說他雖然是猶太人 但他不是居住在大部分猶太人 居住的地方 那他就是居住在外地 那他有 除了猶太文化 他有受過希臘文化的勳陶 而且他是一個 有福音使命的領袖 所以他基本上有了福音使命 又是一個領袖 他是預備好的人 預備好的人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一個預備好的匪力 當他要傳福音的時候 他有哪些步驟 第一個 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說什麼 第一個 就是聽從聖靈的話 在聖經的裡面第29節 聖靈對菲利說 你去貼近那車走 他說你看到那個車 你過去去貼近它 去貼近這個車 然後他就動身 他就動身過去去貼近它 所以菲利他是一個聽從聖靈話的人 當聖靈跟他講 你應該這樣做的時候 他非常的平凡 那你聽從聖靈的話 被聖靈感動一個首要的條件是什麼 你怎麼知道那是聖靈的聲音 你怎麼知道它是聖靈的聲音 我問大家 有沒有玩過一個遊戲 如果跟牧師認識兩三年 可能曾經有玩過這個遊戲 我通常 如果我們有團團遊戲 我會叫一個人 例如說 那個 證偉好了 我會叫他走到前面 然後叫他怎麼樣 轉過來 然後我們會把麥克風 交給在場的女生 然後我會請他說三個字 我是誰 第一個講 換句話 我是誰 第三個我是誰 然後我就會請真偉說 請問剛剛 一二三這三個說 我是誰 哪一個是你太太 哪一個是太太的聲音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件事 其實我們常常 電話如果 像現在手機是因為有顯示號碼 如果我們沒有顯示號碼的時候 我們一聽到 聽到這個聲音就知道 是誰打電話來 所以非利要聽從聖靈的話 對聖靈的感動 他認得聖靈的聲音 如果你不常常跟上帝碰面的話 你不常常去聽上帝的話 上帝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認不得 這個還不是最慘 最慘的是魔鬼講的話 你以為是上帝 那個會更慘 所以 他預備好的 就是他有一個很好的 一個靈修的生活 有很好的靈力 他知道什麼是從聖靈講出來的光 然後第二個 遇備好的非利 剛剛去跟派遣傳福音的時候 他是講什麼 他不是講自己 他不是只有講上帝 在他生命給他的禮物 他是說 耶穌 他講耶穌 他講上帝在自己的生命當中 是什麼 是最大的 是一生的引導 所以 我們看到一個預備好的人 知道 所講的 內容的焦點 是在哪裡 不是誇耀自己 聖經說 主必興盛 我必鑽人 所以 我們就很清楚的知道 預備好的人 當他把握每個傳講機會的時候 所講的是 耶穌 你會講到 你自己是因為 耶穌在你的生命當中 做了哪些事情 那第三個 我們看到 那這個 太監 他有所領授的時候 他看到水的時候 他說 那 我可以受洗嗎 我受洗有什麼主案嗎 所以在這當下 我們要把握他人覺自的機會 在這裡牧師 特別做一個說明 我們看到有許多的教會 就是說其他不同的教派 他常常做 他有時候做這件事情 來跟你講 講你完耶穌以後 然後他說 我帶你覺自禱告好不好 好了以後 他就接著下來做什麼 帶你去受洗 就說 我帶你去我們的教會 去受洗 在這個過程的當中 我不會去跟你說 這樣是不對 因為我們看到 在這個聖經的裡面 我們看到了什麼 看到這個太監 因為菲律跟他講 講了以後 明白了以後 怎麼樣 他就去受洗 可是 我比較 我會有時候 有感動的時候 我都會邀請他怎麼樣 我沒有要上這個 基要政治課 可是我們不會一上 給他上個藝名 我們盡量把它壓縮在一個月 兩個月之間 那為什麼牧師要做這個動作呢 我們來想一個我們生活上的經驗 假設我今天 我是一個賣 賣一百次電視的人 好了 一百次的電視要多少錢 我們講這些十五萬塊 今天有人有人來說 我要買這台電視 我就說好 打包帶走 然後一個禮拜以後 他還退貨 他說我不喜歡 這個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不會 可以 那這是一種做法 第二個做法是 當你說我要買這幾百次電視的時候 我說好 但是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介紹一下 哇 這個什麼功能 這個有什麼功能 這個是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符合你的期待 有 他們來回去 七天後 他來退貨 我還是不習慣 但是我們想一想 第一種狀況和第二種狀況 我自己 我自己的感覺是 第二種狀況 退貨的機會怎麼樣 比較少 因為你有稍微跟他講 好 那回到我的信仰裡面 一個人有熱情 有感動要受洗的時候 牧師絕對沒有權力說 你不要受洗 這是來自上帝的一個 給你的一個感動 但是牧師要做的是 我講到不是把關 而是在很短 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盡量告訴你 在我們所有的這個信仰的裡面 哪一些是這個信仰所講的 那不然會遇到什麼 遇到開個玩笑 我以為來新基督教 都是拿禮物 我怎麼知道要背十字架 這個就像這種 那有人離開的時候 那我的心裡 我就會覺得 那這樣很可惜 或者心裡會覺得很難過 所以在這裡 我要講的就是說 把握他們覺知的機會 那這裡面又告訴我們一件事 像我剛剛講的 有些教徒他做的事 只是不認識的人 甚至於他說 你有沒有聽過耶穌 他說沒有 講講講歪忘 他很好很好 絕對老道 很好 然後就帶他去受審 可是我們看到聖經裡面 這個太監怎麼樣 他原本對這個信仰 他就沒有在對手 他沒有擔心你知道 所以他 只是在關鍵的一些問題上 他還不清楚知道 所以我覺得 在洗禮這件事情的上面 有人會問 是一定要上基藥真理嗎 我說不一定 例如說你已經在教會 錄到三年四年了 你基藥真理巴塔科的裡面 那平常跟牧師的相處 或者有一些的部分 我們就是帶過去 或者說這個我相信你知道 那既然相處很久 我也大概知道 你意味的問題是哪裡 那我們就針對那幾點 我想這樣就可以 那個確定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受審 所以接受聖靈拆遣的匪力 是一個預備好的匪力 那預備好的匪力是什麼 是一個願意改變自己的匪力 我們這個就要 有點回想到 我們剛剛第一個大例 什麼叫做 願意改變自己的匪力 保羅在其他地方告訴我們一件事 我遇到怎麼樣的人 我就做什麼樣的人 如果我們傳福音是說 我要把我知道我想要的 全部給你 然後不管你要不要 這叫強作推銷 但是呢 當我跟你相處了之後 我教你生命當中 每一個人一定都需要耶穌 但是需要耶穌幫助他 生命中的哪一個部分 可能不一樣 可能不一樣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當中的時候 這個菲力 他是一個 剛剛講過 他是一個猶太的巧妙 其實在當時 猶太人 看這些的外方人 看這個尤其是外方人 裡面的太監 他們用什麼字來形容他們 地獄裡的財果 意思是說這些人 根本不可能有機會得救 當彼得要去跟那個 尼克底姆去傳福音的時候 上帝先給他看到一個意象 三次有故從上面 下來說彼得拿去吃 彼得說這次不解的東西我不吃 連續三次 彼得知道原來 福音不是猶太人所獨佔的 所以當時的菲力 他也必須要改變他的立場 他的不是立場 要改變他的想法 他願意為主所使用 我們舉個例子 如果他是一塊陶土 他可能原本說 啊主啊 你把我變成一個大碗公 可是上帝正常說 我不要 你不是大碗公 我給你要做的是變成一個大碗公 所以預備好的菲力 是願意改變自己 來讓主使用 看主要怎麼樣使用它 是最好的使用 所以預備好的菲力 是自己預備好 所有該有的裝備 而他的心也預備好 願意改變自己 好第三個 我們來看 那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來看到 菲力所做的事情 所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們常福音的時候 其實是我們在幫人家解剖 我們在幫他們的生命 來提供生命的解答 不要心裡說 沒有啦 我有那麼偉大嗎 這不是偉不偉大的問題 這是一個使命 這是主耶穌基督的交代 你不要讓他們了解我是誰 你們要讓他們 你們要去讓他們了解我是誰 所以在這個裡面的時候呢 當他貼進那車的時候 三十節 看到 你在看以賽亞書 他就問那個人說 你所念的你明白嗎 他已經回答他說 沒有人只叫我 我怎麼能夠整個明白 所以他就上去了 他就上去了 所以向人傳講上帝的話語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問題 簡單的是 好請問 如果你是一個基督徒 你讀了很多的聖經 你每天有在寧修 當你跟人家傳福音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遇到對他的問題 你還想說是什麼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用 如果用一句話 比較直接來講 就是 我們從經文所閱讀的 和這一個需要幫助 或這個人 生命需要改變的這個人 他的生活經驗 所明白的 是有差距 就是說 你跟我講這些 那我忘記是誰跟我說 前一陣子就是 剛選舉完 那個信心希望聯盟 不是有的陶俊亮 那他是巨星造船 就是我們從機場這樣下來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十字架 那有一次 他生意意在非常急迫的時候 他去找 因為另外一個也是蠻有名的 然後我們講是誰 一個基督徒的企業家 對不對 那他們以前在巡中的時候 因為他是南海軍 就是同學 後來他那個同學 那平常也有一地在聯絡 那他又是基督徒 所以這次那個 陶俊亮在一身當中 遇到一個很大的一個 事業上的作者一個困難的時候 他去找這個基督徒的朋友 企業家 然後告訴他 他的難處 他希望在這個艱難的時候 他可以幫助他 可是呢 在這個當下的時候 因為平常 大家交情也都算很不錯 結果這個企業家 這個基督徒都告掉 好來 我們來祷告 上帝一定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你的困難 我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人家聽到我們跟他分享 耶穌是你生命的幫助 耶穌是你 你講了很多耶穌的好 他只問你一句話 耶穌現在我看不到 但是你對我的困難 你能為我做什麼 你能為我做什麼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是我們 助人解惑的當中 我們在講這些 耶穌在我們生命中的故事 我們來告訴他 在真理裡面 你要怎樣去認識的時候 我們最困難的是 我們所講的這些東西 和他的生命經驗 是有衝突的時候 你怎麼告訴他 你跟他講的是真的 在這裡 我這部分 最後再用一個故事 我曾經講過 就是有一個 從小就在育幼院長大的孩子 待過不同的季娘家裡 在季娘家裡當中 其實他是 每一次的季娘 他受到一次的傷害 為什麼 因為季娘家裡當中 那剛好他可以比較 態度中他排位 運氣比較不好 其實有時候 季娘家裡 他可以兩年三年 都可以 甚至於說可以好幾年 但是呢 在這個當中 他是一年 甚至不到一年 都換一個 都換一個 他心裡就告訴 就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們都是看我的表現 還決定 要不要讓我留在這裡 所以呢 他們 愛的是我的表現 不是真的愛我 所以當他 在五年級的時候 他進入到一個 季娘家庭的時候 這個季娘家庭 是一個基督徒 然後來 就對他很客氣 他覺得 我真不舒服 你太假了 說話輕聲細語 都沒有禮貌 然後我做什麼 然後禮貌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那個 那個 只要改過就好 好 他覺得很受惠 因為他換了一個 爬屁 換了一個爬屁 五年級 男生 大家都在的時候 直接 腳到肚子上 褲子拉下來 就在肚子上大便 誰能夠忍受 誰能夠忍受 其實他要表達的是 不要幫我講那麼多 你們所說的愛 都是假的 這世界沒有愛 我這樣做的時候 你們來再愛我嗎 當然 不要說你們 如果我當下必要的問題 我可能也 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感謝主 那一個季娘家庭的父母 把這些的朋友 就覺得 OK 可能我們要處理一下 不然改天好 也是一樣 就是 接納 我說的接納就是說 他 他知道 這個要不要告訴他 這是不好的習慣 這個 你在我們家 就是要守我們的規矩 應該要這樣 可是 幸好 神給他們只不過的愛情 知道這個孩子 他 就是因為 因為怎麼樣 沒有愛 然後因為就是 之前沒有人交 或者說他 已經 不服管教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他們還是一樣愛他 所以這 這不斷的調皮導幹 希望 他們能把他 遣送回地位置 為什麼 因為 當他 越激烈的反應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被制約了 什麼制約 我這樣做 這就是我得到的結果 我這樣做 這就是我得到的結果 但是 沒有想到他面對 是完全打破他過去的 這些的 已經被制約 過他的經驗發送 所以在當下 他是非常煎熬的 因為一旦他說 他們是真的愛我的時候 他原先 以前做的這些 不對的事情 全部會回來找他 為什麼 因為他是在一個世界上 已經沒有愛的嫌疑之下 做了這些事情 但是感激烈 這一段過程是 之前有點明慧 那時候他是 大概三四年前 這小男孩他自己已經 大學生說 現在應該已經在社會 在社會的當中 所以他說 在那個堂下的時候 當他真的 願意讓這份愛 流進來的時候 他回去檢視 包含他所有之前的 那些既然家庭 裡面所發生的事情 然後每一個 難過的臉 失望的臉 傷心的臉 那一心的臉 都浮現在他們裡面去 那些 所以他說 當他願意相信我愛的時候 他才能夠看到 之前 在這些的家庭的人 也是如何的去愛他 只是他無願意去接受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 所以他不但主動 他也怎麼樣 他也在這個當中 能夠回答問題 我剛剛在這個問的時候 你能回答他的問題嗎 如果他直接挑戰是說 你有這個好的信仰 你有這些跟我講的這些論述 你有跟我講的這些愛的原則 但是我現在要請你用行動來回答的時候 你願意在他的生命當中 用實際的行動來回答他嗎 那第三個 你願意主動打破隔閣嗎 隔閣 後面有說 願不願意引導和陪伴 其實有時候有一些 來教會的人 就是他覺得比較受傷的 這為什麼也是 牧師有時候說 我們可能就是 我們找另一些朋友 那我們開始從那邊來訪問 就是說他有時候 有些弟兄姊妹說說 來跟牧師說 牧師我告訴你 我有個朋友怎麼樣怎麼樣的 我有個同學怎麼樣的 我跟他從小都認識 我們在這個社區已經那麼多年 然後呢 那個牧師我帶他來教會 或你跟我去他家 然後講了講之後 然後怎麼樣 然後他可能 這個朋友有來教會 或有接觸過 他去找下一個那邊 你聽我的意思嗎 我講的一個意思就是說 他覺得把人帶來教會 或交給牧師 牧師我有跟你講 OK了 可是我們有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跟這個鄰居 你跟這個朋友 已經認識七年了 已經認識二十五年 已經認識三十年 請你先想像一件事 當你告訴他 要來教會的時候 他為什麼一定敢教會 只有兩個原因 絕對 絕不可能的原因是這種 我聽過你們牧師 我要來你們教會 這個語音很少 因為你那個牧師 可能以前叫周蓮華 好像叫周神祝福 兩人都信周的 這個是不可能 特的那只有兩個 一個是因為 你剛剛叫我去教會 我看到你平常的生活 如果平常你的生活 你這個人是因為教會這樣 我願意去看看 那第二個 所以第一個是因為你生命的 他說有讓他看到 這是還不錯的 第二個是真的 他說教會 我想去看看 一直以來 我對教會 可能有一個想法 有一個憧憬 可是 當不管是 剛剛講的第一 還是第一 去想一想 當他願意來到教會 或願意來過 這樣一個 開始一個信仰生活的時候 誰是他最後的批判者 牧師可以當解惑者 或者 他的真理的建造者 其實 你願不願意 你就是當你帶領他來的時候 你就是他在教會裡面 陪伴他走這條路的人 不然 進來以後 然後說 莫師我交給你了 或者誰我交給你 那他進來的話 其實呢 有時候 尤其是這是一個生命當中 很大的一個選擇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這裡我們會希望 能夠我們多為他 呼呼一點 好 接著下來 下一個 好 那我們看到 領人歸主 其實我們學的 最高性的是什麼 第一個 太監聽到這些 這個菲律所講的這些東西之後 三十四節他說 請問先生你說這個話是指誰呢 是指你自己 還是指的別人 然後他跟他傳講耶穌以後 然後他這個太監他其實 在這裡 在這個時刻的時候 那菲律告訴他 耶穌 這是先知以賽亞 你剛剛唸的那一段 是先知以賽亞所唸的 然後之後這個耶穌呢 是為每一個人 預備了救恩 然後太監師父在問 你講的 這是故事還是跟我生命有關係 所以我們周高的人 可能心裡會有一個想法 想法就是說 上帝學完你說講的這個 這個跟我有關嗎 跟我有關嗎 真的有為我預備這個禮物嗎 當他這樣問的時候 就是一個最好的時刻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菲律一定是鼓勵他 然後這個太監很歡喜的說 你看你這裡有水 我可不可以在這裡領受洗禮啊 所以 在我們看到上帝所做的事情 在放眼看到路 在沙漠開江湖 所以這時候的曠野和水泉 你看在一個曠野的地方 突然冒出了有水泉 也背著太監看到 這就是上帝 祂就在這時候 要改變這個生命 就是無水之處 祂都會預備泉源 所以這時候 當有聖靈的感動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遇到 這樣一個生命的改變 最後結論的時候我們來看 今天上帝其實邀請我們幫助 還在曠野裡面感到困惑 需要幫助的人 這要他們經驗到耶穌的同在 以及獲得泉水之類的美好經驗 那在這一個部分 牧師只有一個提醒 但這個提醒是很重要的 你們自己有沒有在 曠野無水之處 來經歷從神而來的活水戰盒 你沒有辦法給別人 你所沒用的東西 所以走在人生曠野的凌晨 其實是上帝邀請我們 離開自己習慣的地方 其實都是走出舒適圈 為了是要探索我們 和別人的生命相遇的可能性 陪伴被離棄的人們 能夠重新得到信心和勇氣的可能性 你能規築就是讓對這個世界 對這件人生失望 沒有目標的人 重新燃起他生命當中的熱火 重新讓他知道 神願意給他一輩子的恩典 賜下勇氣與智慧 所以你能規築這件事 如果父親姐妹 我們願意這樣做的時候 會成為我們生命當中 覺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我們同心能達到 讓我們的父子上帝 我們謝謝你 謝謝你在我們生命曠野的時候 你讓我們看到了多次全員 謝謝你讓這美好的福分 就是我們成為你而言這件事情 讓我們能夠在這個當中 看到你如何的祝福 主要我們謝謝你 謝謝你也願意使用我們 讓我們成為我們遭到這些 還沒有禮拜 救恩的弟兄姊妹的祝福 我們相信讓我們願意 為他們擺上 在你的列前為他們提你 在生活的當中 真的把他們來當作我們傳福音的一個對象的時候 我們相信我們所期盼的 我們所可想的 我們所想要他們如何在你裡面得豐富的時候 我們願意擺上的時候 我們相信 當中的使用我們 來成為他們生命的祝福 也就是透過我們 讓他們也跟我們享受一樣 生命中最好的福分 就是讓你成為救助 願每一個弟兄姊妹的生命連結於你 願他們的手 想要做的功 腳要走的路 都有一個同在和保守 願他們不但在生命的 靈性生命的處上 得以長大奪壯 更是在他們生命的處上 能夠結出許許多多的琐事 堅持了一個來容量的努力 謝謝你 祷告我們耶穌基督聖明 Amen